Hawker对鲁蛋一个欧洲的线上一个比赛的其中一盘TSC 这比赛的奖金是300 200 100美金 然后是16进8然后标3标3标3标5那样 对 我们最近都会解说这个比赛 把一些他们的比赛看完 那么Hawker作为欧洲 Hawker少有亚洲也在OP WEC其实他的处境跟我比较相似 因为他除了要练人族内战之外 看上去是打两个族 实际上四个族都要练 而且可能一些极为劣势的地图会很难搞 到时候抽签也是线下才知道 那我也没见过他本人到时候跟他打个招呼吧 这里精灵的是鲁蛋 他们的名字都换了 也许是他们应该没有换平台 这个是他们天梯也会重置 他们是积分清零的时候可能会换一个ID来打 或者有时候天梯里的积分过高了 你收不到人了 就比如你排在前两三名的话呢 你收很久都收不到 很多人你打不到 其实你是拿一些排在比如说前五百那样吧 你排在前一百会比较好 那以前爆雪那里精英赛呢 就是亚洲服务器前一百 你打就那前一百定了出来呢 就预选赛 然后这一两个月呢 你就这一百个人里面只能打到一两 收到了一百个人 你就打了锦标赛 前八名的话呢 就会晋级复赛 那不知道为什么又被弹了 然后魔术都到错了 所以我回到这个练功兵这里 继续跟大家讲 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呢 呃 哦对 那个亚洲锦标赛 不过以前呢 也有中国选手曾经努力过 我记得说WE的俱乐部有打 不过最后还是因为他有一些延迟 真的差很 这里竞争非常激烈的比赛呢 呃 延迟很关键 特别是你打大量的那种 就循环赛 其实你说 这个比赛应该是 爆雪精英赛应该是产生最多录像的一个比赛 因为他预选赛 预选赛呢也是在 太多人打一百个人打 要给你一个月时间打 打完之后前八名又打十六进八那样 嗯 当然了 这个比赛赢了前最多的人就是WE 他赢了四次 然后一次是有2.5万美金 所以WE 他其实奖金的收入很高 他有很多这些 就 这些比赛的 他赢了很多美金了 那我们回到这盘比赛的 呃一些发展上面呢 Hawk是居然用了首帕MK 很少见 他其实是一个万年大法师的人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第一盘比赛的影响 所以他没有用大法 可能觉得被针对的很厉害 而鲁弹呢他是 我等用得很 很韩国很中国的一个欧洲精灵来的 而且我们看他的双比赛 很有意思 第一个比赛猎蛮工兵呢 放猎手大厅 第二个比赛又放在了别人的工兵那里 Hawk这样子冲过来绿皮是肯定精灵买到了 然后他的锤如果再丢出去呢 这个绿皮杀不死 有卡位 一些 而且 追不上 哎 出了中击 能打死 那这个锤有价值 哎 再锤一个AC吗 但我关注的是后续的发展 现在炎竹啊 他是一个好像是开矿的打法 我还没打死 好像是开矿的打法 但是他的农民非常多 呃 他如果现在吃尽快药水了 有可能会被出来的痕取打断这个膏药 那如果他直接练分矿呢 他是 就他没有办法补给 简单来讲 无论他练分矿还是不练 他都要吃尽快药水 补膜 他练分矿呢 他MK也一样没有膜 他最多就垂一次 那Huntries就可以打断你那些 贴膏药的农民啊 步兵啊什么的 然后打完一波 又一波 我等有三级之后呢 MK就开始处于一个下风 而且鲁蛋他也没有生本了 透面Huntries会越来越多 会很克制人猪的部队 而他这里是 没有去往下面的点链 链大点 MK先承受这个穿尺可力 而鲁蛋在练里的工兵 有可能会出大魔 大魔阁大雪都很有用 现在已经有一个大物碟了 好笑也有用 然后抽魔棒也有用 全部都有用 想不到一个没用的 因为这些魔法对MK而言太珍贵了 所以你前期主动去找精灵呢 有时候你赚了 但是你又开矿的话呢 这样其实是亏了 而他没有用说他习惯的生本打法 他是用大法师生本的习惯 拿到一个锁柄面具 现在叫做狂马打 然后帮民兵编好队 然后考虑再补一个人口 把机器人买出来 等精灵来的时候 那一波绝对要防住 那鲁蛋也是 小精灵也拉过去了 这波拼命了 有大无敌 有抽蓝 我觉得人组不容乐观 诶 这里补了很多魔法 先抽了一下魔法 而且大无敌也直接点出来 他要放三次刀扇 三次刀扇全部放出来 这些步兵就站不住了 民兵 过来 再赚一次吗 小精灵爆了MK的魔法 而且他还可以抽一次 这个看上去有200魔的MK 实际上他真正能用的魔法很少 还好的是他最后锤出来了 这样MK前压的话是需要生本 但是你这样开框又是补农民的打法 所以MK打精灵是非常难掌握 而且有时候你看很多人都是拿来优势就输掉 这并不是偶然 每个人 都会这样子 这个很难用 而且节奏很困乱 炎祖很难侦察 GG 好 这盘很快 你们看下一盘吧 拜拜